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HK01的一篇報導就爆料 原來有一位首富級的地產商 是曾經宴請國安公署的要員 去他家族的大宅那裡進行宴會 而且在藉間 這一位地產商還澄清 說他並沒有同情示威者 第二宗消息 施永清施老闆連續幾天在AM730的專欄 為著路透社上星期的報導降溫 今天 他那篇專欄就說 中央是要地產商配合 而不是要向地產商開刀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HK01那篇爆料 究竟是怎樣說的 他們就說有消息指出 香港地產商的一個首富級家族 早前邀請了 國安公署的要員 去到他的家族大宅那裡進行加演 據了解 富豪安排了家族所有的重要成員 都出席了宴會 在宴席當中 是說明了 本身家族 在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 並非同情所謂的黑暴 希望 不要持續有所誤會 而在宴會之後 富豪還表示 大為放心 整篇的報導 就是這樣說 究竟 他這裏所說的所謂首富級家族 是哪一個家族呢 在網路上就眾說分文 有些網民就猜 到底是不是李嘉誠誠哥的家族呢 因為 在反修例期間 其實每一個地產商 都有份來登廣告 呼籲所謂的止暴制亂 其實 大部分地產商所登的內容 都基本上是大同小異 差不多是一式一樣的 所以 這些廣告 如果要引起誤會的話 都比較困難一些 唯獨 李嘉誠 成哥所登的廣告 就是跟其他地產商有所不同 而且 那些廣告內容 也是相當具有創意 有兩款廣告 大家應該有印象 其中一份 就是 黃台之瓜 何堪在宅 另一份就是 最好的恩 可成 最壞的果 當中 這一份廣告 有些網民說 到底裏面是否有床頭絲 在這裏呢 所以 如果要引起誤會的話 相信 這兩份廣告 會引起誤會的機會 比其他地產商所登的廣告 是較高的 另外 在2019年9月 這個時候 成哥就出席了池山子的一個活動 在活動上他曾經這樣說 希望年輕人 能夠體諒大局 而執政者對於社會未來的主人翁 可以妄開一面 他就說 雖然法律和人情是有衝突的 但是 政治問題上 如果能夠為對方想一想 很多大事 都會化為小事 他就說 當時 香港是面臨著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衝擊 如果繼續下去的話 是非常令人擔心的 他就是這麼多地產商當中 唯一有幫年輕人 說過話的一個 好了 看看HK01那篇的消息 到底他們所提及到的首富級家族 是否真的在說成哥呢 在網路上 那邊有很多的熱議 至於這宗消息 究竟是堅定留 真的無從稽考 有很多的主流媒體 都有引述到HK01這一宗的爆料 但是 大家都是掩著名字 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誰 而且到最後 究竟這宗消息 是否真的 我相信 也是見仁見智 因為 很難證實得到 就算真的有個這樣的家族 走去 宴請 國安的要員 我想 他們都不會 走出來承認 是有這件事的 至於 我們又可以看看 成哥近期的動態 近日有報導指出 說 長石集團旗下的公司 是出售了位於上海靜安區 的世紀乘匯廣場六成的股權 一共就套現了21億元人民幣 而大陸媒體的調查就發現 長石集團目前在大陸 仍然是有50多處的房地產項目 分佈了在20多個城市 那你說 到底成哥是不是有變賣資產呢 事實上是有的 但是就算賣也好 仍然在大陸都管有著相當多的資產 另外 最新又有一宗消息 關於香港的 就是長和 在8月6日的時候 收購了太古旗下的 香港聯合船澳在青衣 50%的權益 在完成收購之後 長和將會全資擁有聯合船澳的公司和用地 有報導說 長和可能會 將聯合船澳所在的青衣地皮 改劃成為住宅項目 複製成另一個黃埔花園 預計可以提供多達一萬火的私人樓宇 就著這宗報道 長和發言人表示不作任何評論 雖然成哥有變賣到位於大陸的資產 但是同時你也說 其實 他也有增持在香港的資產 除了這個 聯合船澳的 五成權益以外 其實 長實今年投地 都是相當積極的 所以不能說一概而論 就說成哥已經是跑掉了 投資夭夭了 將所有的資產 大部分轉移到外國 這一種的說法 是 不妥當的 亦都是不符事實的 因為 最主要的資產結構 仍然都集中了在中國和香港的樹 所以 HK01那篇爆料裏面 所提及到的首富級家族 是不是說成哥呢 大家自行來理解 如果真是成哥的話 他為什麼要在矽間作出澄清 說他並沒有 同情所謂的黑暴呢 他是不是要為了 當日所說過的言論來兜底呢 是有這個可能的 但是由於本身這一單的爆料 都很難 來證實得到 所以 都很難去評論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另一單消息 施永青絲老闆 就連續幾天 在他AM730的 報紙專欄那裡 猛講關於地產商的議題 好像不見倔一樣 到了今天他又寫了一篇 就說中央是要地產商配合 而不是要向地產商開刀 他在內文就說 有個傳言就說 中央要向地產商開刀 逼他們放棄既得利益 以助特區政府解決 房屋短缺的問題 他就說 覺得這一種說法 是很難成立的 第一 香港在2047年之前 會繼續行資本主義制度 大陸那套的遊戲規則 並不適用於香港 即使特區政府是有意參照 香港也是沒有政治機制 予以落實 在一國兩制下 香港行資本主義 基本法第105條 就寫得很清楚 香港特別行政區 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 使用 處置 和繼承的權利 即是說 如果非政府在賣地已經列明的條件 政府是無權再隨意改變遊戲規則 香港就習慣以價格來分配資源 在市場機制下 無論是地產商還是個人 都有權 選擇以自己認為滿意的價格來賣樓 政府就可以邀請地產商參建居屋 但就不會要求地產商 以居屋價來賣私人樓宇 中央政府就不會強行要求香港 行內地的一套 施老闆就真的相當天真 為什麼呢 首先第一件事 他說香港在2047年之前都仍會行資本主義制度 這就是建基於基本法裏面所說的 香港的生活方式 50年不變 但是來講 這就要牽涉到 在90年代關於性知性社的爭論 目前來講大陸 仍然是堅持自己行那套是叫做社會主義 不過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件事在上世紀90年代已經爭論過了 因為當時有人就認為 社會主義就一定是行這個 計劃經濟的 行得市場經濟的話 就等同於是向資本主義靠攏 但是 鄧小平南巡的時候就一錘定音了 就說 社會主義都可以發展 這個市場經濟的 好了按照這種邏輯 資本主義都一樣是可以發展計劃經濟的 剛剛 因為社會主義都可以發展市場經濟的時候 為什麼資本主義不可以發展計劃經濟呢 再加上 林鄭在 星期二的時候說了 說特區政府是可以 運用公權力 來收回土地以進行發展的 這個很清晰的 特區政府今年也有做這件事了 就是 動用這個土地收回條例 收回了若干的私人擁有的土地 這個是事實來的 擺在眼前的 雖然施永青引述了 《基本法》第105條有關於保障私有財產的條文 但是 收回土地條例 亦都是 合法合憲的 除非施永青去搞司法覆核 如果不是 這個條例也是合法合憲的 那 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 收回土地 現在已經在做的事 所以施永青是不能否認的 所以我認為他 在這一點上 似乎有多少天真 另外他有提及到 第二 就是香港的地產商 在解決香港房地產短缺的問題上 仍然有重要的角色扮演 政府是極需要他們的合作 不可能在現階段排斥他們 到底地產商是什麼角色呢 原來根據施永青所說 就說現時地產商手上不是沒有土地的 只是這些土地大部分都是屬於農地 政府就不准許地產商 在土地上興建房屋 只要政府在地產商申請改土地用途的時候 反應快些 批核貼近社會的需求多一些 並且在保地價的要求上 和市民的負擔能力接近一些 很多項目都可以快些起動 那麼他所說到的 地產商的角色就是擁有很多的農地 那麼這些農地 當然 他就可以 運用土地共享計劃來發展 按照現在這個所謂 公私營的比例 七成就公營房屋 三成就私營房屋 又或者他們照樣入址 申請全部建私樓都可以 批不批就政府決定 又或者 政府就可以 動用這個土地收回條例 去收回這些農地 去自行發展都可以 那麼當然我也會認同的一點就是 香港的地產商在解決香港房屋問題上 沒錯他是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這個角色是不是重要到 是無法被取代的呢 我又不覺得是 因為大陸 因為大陸神祖有很多 房地產的企業 走來香港投地 蓋完私樓 拿出來賣的 居住也有 所以呢 只要一家房地產企業 他是有錢的話 就可以蓋得到樓 技術就不成問題 但是來講 土地儲備 是不是充足呢 就視乎每一家地產商 他到底 囤積了多少土地 但是這些土地 不是說你可以看在一個世紀不蓋樓 因為政府現在是 會使用這個土地收回條例 就多了一個變數 以往政府就很少用到這條條例 今年就開了齋 所以情況有沒有像施老闆那麼樂觀呢 我真的有很大的保留 怕施老闆近日的文章有多少真是自欺欺人的成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